今天来为同学们解决到这个弹唱配合的问题啊 很多同学在弹琴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开口唱歌 或者说你唱的时候 这个手上就不会弹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节奏问题啊 首先跟大家以童话这首歌为例 讲一下节奏 这上面写的是四个和弦 首先一级和弦啊 注意右手是弹Do Mi So 左手弹Do 好六级和弦的话 右手是La Do Mi 左手弹La 然后四级 右手是Fa La Do 左手是Fa 五级和弦 右手是So Si Ri 左手弹梭 好那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小节的第一拍去给它卡准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这个谱子上面 它会把这些歌词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简谱 它会分成一个一个的小节 中间会有竖线把它隔开 是吧 那每一个小节它的开头都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和弦 这个就是小节里面的第一拍啊 然后在唱到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把和弦敲下去 比如说唱到了这个多字 我们把上面的一级和弦敲下去 好下面再唱到这个倒字的时候弹六级 这个故事就是唱完了之后单独去敲一个舞集 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和弦底下对应的字就能够把和弦去跟歌词对应上是吧 但是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我们弹起来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情 没有任何的技巧在里面的 那其实很多歌曲呢 它会不止弹这么一下 我们看一下整个谱子的左上角 它有一个拍号啊 这里写的是四四拍 下面的那个四呢 它代表的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这个我们暂时不用管 上面的一个四它代表的是每个小节有四拍 那其实我们一个和弦去给它弹四下就刚好能够对应四拍了 所以这里是一二三四就弹四下是吧 六级也是的啊 好四级 一二三四五级 一二三四 好再这样去把歌词带进去 忘了有多久 再没听到你 对我说你 最爱的故事 好像这样每个和弦去敲四下 我们这个节拍就稳定的出来了 但是可能很多同学又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可能我知道在唱多字的时候我该弹 那后面这个小节里面还有这么多个字是吧 六级和弦那个小节里面又有这么多个字 到底哪一个字去对哪个动作呢 其实这个刚初学的同学啊 大家可能会尝试去把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字去对上 比如说多久 是吧 这样去对 再没听到你 刚好是倒跟你两个字要弹 那其实这样去对呢 可能我们能够把一首歌磨出来 但是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 因为你如果每一首歌都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去对的话呢 他可能对很久很久都对不完 而且每次学一首歌都特别时间特别长是吧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培养节奏感的方法 就是打拍子 大家应该都看过音乐节目里面这个观众 他可能会跟着台上的音乐去打拍子 或者摇手啊 或者摇荫光棒这样的 其实他都是根据这个歌曲的节拍来的啊 比如说童话这首歌我们就先不弹把他的拍子给他打准 还是根据这个拍号来 他写的是四四拍是吧 每个小节四拍 那我们就均匀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多久 再没听到你 对我说你 最爱的故事 相信这个拍子大部分的同学应该都会打 那你把这些拍子转换到钢琴上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右手啊 忘了有多久 再没听到你 这跟我们拍手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培养节奏感的方法 那如果说有的同学还是对应不上 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节拍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啊 王力宏的歌 你不知道的是 你像这一首歌呢 他都是弱拍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要打的第一拍是没有歌词的 他每个小节都是一样 蝴蝶眨几次 眼睛 他经常在打拍子的时候没有去对歌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每个小节的第一拍打得重一点啊 大家可以先来练习一下 重一点 好弱一点 强弱弱弱 再去唱 蝴蝶眨几次 眼睛 重点就是把这个每小节的第一拍也就是我们的强拍去给他卡准 然后你再实现在双手的时候呢 这个拍子就稳了 包括我们今后可能要去加花 可能要去变换节奏是吧 其实你不管怎么去加东西啊 一般这个第一拍他都是卡准的 你比如说这样 蝴蝶眨几次 眼睛 加一个花是吧 才学会飞行 蝴蝶眨了 蝴蝶眨 几颗会落地 就是不管怎么去变 我们的第一拍肯定是稳的啊 那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多加练习 然后也可以多用这个手去给歌去打一打拍子 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先到这里 如果同学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大家拜拜